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月阳买定离手》就是和大家讲到 今个暑假光宁股活赛期第三天的赛事 也即是星期四、7月29日香港时间夜晚举行的赛事 这一集也会和大家讲到一场二重彩 然后会选到三场和大家一起过关 首先讲一下二重彩的一场 会选到S1的第一场 这一场是三岁马的二班让赛 选到两只胆、三只鞋给大家 路程这场是跑2000米 首先A胆要到6号的专柜角下 这一匹马近两场都在赢马 累积这一路程来计算 两战都全胜 数据上挺好 看上一场在齐氏维马场的小型马场 跑场只有三只马的场合赢马似乎普通点 不过前一场在新市场马场的头马 都有几具指标性 13匹三战马赢回来 当时是导远欣骑 今次这一匹马过来鼓活这边跑 也是再次配导远欣上去 照计的话状态大涌 他也可以继续赢下去 所以A胆要到6号的专柜角下 然后B胆选到4号的考发区 这一匹马是今年才出道 暂时来说跑过四场赛事 赛色都不错 两win一个第三 赢马路程大家不需要担心 赢2,000至2,100 其实上一场赛事 我们都是看皇家的市局赛期 主播赛见过他 金门錦标14匹马里 他跑第九 当时马早段出门的时候 不算太快 最后不断追上来 今次过来鼓活这边同样跑些阳赛 赴榜方面比起他上次上阵时 轻了4磅 今次也是利好的表现 希望他今场可以交到一个稳定的表现 B胆要到4号的考发区 然后去到配角方面 首先拖着9号的大乐翠 他今年做完阉角手术后 真正踏入正轨 上一场赛事是他生涯以来第三次上阵 结果在乐定霞马场跑了一场Novus的赛事 大热碗身份都是顺利可以赢到马 那场有12匹参战马 不算太差的水准 赢了一个半马位回来 今次其实有一个配搭上的变动 始终上一次赢马是用到高进城 今场换了骑士给了中礼廉骑 但见到他排回一档起步 沿途被他贴着难跑的话 就会非常之好跑 今次大乐翠就会初至增程上来跑2000米 不需要担心 因为他的父系神仙庇佑这个路程 绝对可以应付得来 所以今次的配角都和大家拖着他 9号的大乐翠 然后再数就要8号的坚忍梦 就上年两岁的时候出道的 又是今年做完那个阉割手术之后 復出的表现更加好了 在叶芯马场那边跑过两场都好 两分的逃程方面 包括上一场温沙马场 其实跑同情的远地 其实也是挺稳定的走势 今次第一次用到建杂生 因为始终跑这些样赛 有时候减磅也很关键 所以看回今次的富榜 坚忍梦 今次就比上场13磅 都是一些挺不错的因素 所以这里配角都要预设他的8号坚忍梦 然后拖起最后一只配角给大家 就是要到11号的步快 上年出道的 至到现在跑过4场的赛事 成绩OK 全部上名的 一win 一个第二 两个第三 数据也是挺好的 今年初出的时候 在叶芯马场赢过一场1700米的Novus赛事 然后步快在近两场 都慢慢增呈上来 跑到2000米 其实都可以打搭地入门 上一次他由Novus插班 去跑handicap 跑样赛 结果也不差 第一次配戴防身眼罩上阵 都冲到第三回来 其实这个配备 就不会特别帮到他什么 就正正常常 这次也有继续用到这个配备 这次有点担心 始终由Newbury 过来跑股活的handicap 可能那个级数方面有点差距 所以不选他做马胆 但是配角也要预给他 那么稳定的马 就是11号的步快 好 这里和大家总结了 S1的第一场赛事 二重彩A胆 6号专桂角下 B胆4号考发区 三匹的配角都顺着我自己喜欢的次序 分别就有9号大乐趣 8号坚隐梦 以及11号的步快 好 二重彩的场次就和大家讲完了 选到过关的场次 将其另外三场赛事 首先 过关的头关 S1的第二场 选到李士蒙锦标 这一场就是1200米的二级赛 我最喜欢那匹马 选到的A胆就是2号的不对称 他今年才开始出道 始终是两岁马 今年跑过三场赛事 其实那个赛绩也是很稳定的 两win一个第二 其实级数方面 不对称都已经有这么上一证明了 上一场他就挑战了二级赛 7月锦标 结果在11匹三次马里面 他就紧紧落败给一匹卢萨成 本身原本打算是昨天 都是可以看看卢萨成跑整点 不过就因应场地关系退出了 不过不要紧 是输过头位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匹马的级数已经有所证明了 斗末段的话 不对称来计都会挺厉害的 今次继续跑二级赛 亦继续给夏里燕奇 他都跟这匹马非常合格 我相信他都可以继续交出表现 所以过关的头关 S1第二场就是要到2号的不对称 然后数到下次关 当然是要讲下这一晚的主题赛事 S1第四场难受感 是锦标二千米的一级赛马女赛事 就是选到1号的慷慨宽雲 其实他本身都是属于活顿镇的指示 他又不像其他同富系马 很早熟 反而慷慨宽雲去到上年 四岁的时候还有上升空间 还在进步给大家看 包括上年年尾先在法国 爆冷赢上罗曼尼大赛 然后过去美国那边 继续冷门身份 都是照样赢到肉马者杯千马祖地大赛 已经有过这一级赛 证明给大家看 上一场赛马踏入5岁后 復出本身都有点害怕 可能赛马会不会像其他同富马 那么早熟 结果显示出来不像 比较破格 所以今次继续留意他 上一次在威尔斯亲王錦标 其实一直都可以逼近心之所谓 结果跑第二 他的胜在适应到 很多场地变化亦都可以 远地又可以 大烂地又可以 干快地又可以 正常地又可以 还有自己的跑法都很灵活 什么走位都可以跑得好 本身在古活马场 在2019年的时候 都有过路程经验 有过场地经验 懂得赢马 所以今次去的机会 我都非常看好 所以过关的次关 S1第四场难受感标 我就是中二一号的 慷慨欢宏 然后去到尾关 就是选到S1第五场 这一场就是二班的两岁马让赛 选到的A胆 就是要到四号的最热之境 这群马的富翅 大家应该都有所印象 之前也是跑过 见过他服役的时候 跑成点了 Caravaggio 巴洛 苗笔 其实现在 转了去做总马之后 那个成绩都不错 看回今年 2021年 英国和爱尔兰两地 第一季配种总马的排行榜方面 Caravaggio 排在第三位 其实有几匹马 第一水 first club的指质成绩都很好 包括有雅德乐园 小城之光 巴洛 苗笔 就是这一匹最热之境的富翅 绝对要高度留意 这是first club的第三位 暂时排行 都是值得顺赖的马匹 其实最热之境 先说到赛职 已经跑过三场赛事 也是跑同程的 1400米 路程方面已经有过足距的经验 虽然他未曾出头 但见到他那些落败的距离 都是一场比一场好 首先是输两个多马匯 然后输一个马匯 去到上一场 只是紧紧输个马匯 这一笔巴洛 苗笔的指质 如果到时候 那个场地变成临地 远地的话 他也可以应付你 因为那些场地适应性 也算是挺广泛的 今次我自己非常看好 他是很大很大机会 可以出头的 因为他也是不断进步 所以过关的尾关 就是选到S1第五场的 四号最热之境 这里和大家总结一下 过关的三关 首先头关是第二场 选到2号的不对称 次关选到第四场 1号慷慨欢宏 然后第三关 即是尾关 选到第五场 4号的最热之境 二重彩的场次和过关的 场次都和大家分析完 周四晚上6点 先在赢跑赛马台 为大家做一个赛前分析 然后接着 来到Live的时间 就会有去回 商台AM864 和大家做过即场旁述 希望周四晚 都和大家一起赢多些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马台 转发 打赏马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马台 转发 打赏马台 赢 转发 打赏马台 转发 打赏马台